第五個內容 字幕提供 《使用數字充電》 《使用數字充電》 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海飛揚》 那麼台北股的今天最後結局呢 很多人覺得哇 這個行情漲了 可是又會跟你說 可是量沒有放大出來啊 到底是真的假的呢 其實行情就是這樣 你跌的時候呢 很多人都會跟你說很不好 漲了之後又跟你說 那量好像沒有放大出來 今天量只有900多億 那個漲到底好還是不好 真的假的呢 我覺得你不要 不要想這麼多 也不要受太多外債的一些因素干擾 你儘管你只管一件事情 你所買的標的 現在在什麼樣的位置 你買了這個位置的標的股票 耳後回頭看 你會不會賺錢 你太在意大盤的人 其實現在我發現 越來越多人好在意大盤 漲跟跌 你都很在意他 然後甚至在意到 大盤漲跟跌的時候 都會影響到你想不想買股票 能不能買股票 你會這樣去判斷他 不對啊 我昨天已經告訴過 我說你 反正我們一檔一檔來 你不用急對不對 一檔一檔來 那今天呢 漲停板 我會一直給你機會 我可以做得到 我可以幫助到你 那我就會一直給你機會 邀請你們來預約 對不對 有人說漲停板 漲停板這個東西 對我來說其實 是可以預約的 漲停板 是可以先預約的 所以 我是怎麼說的 我說啊 你可以撥電話來 那來預約 下一檔標的 我要買的時候呢 我也通知你 我們一起上車 一起買股票 對不對 那買完之後呢 會漲停板 所以 我敢這樣的講 就是告訴各位的 漲停板是可以先預約的 你會說怎麼可能 真的假的嗎 很多人其實 我知道很多人撥電話來啊 來預約 問題是啊 其實他們心裡 是覺得說 真的假的 我來看看 有點看熱鬧的心態 我跟你講 其實無所謂 我都能夠理解 因為你過去從來沒有這種經歷 因為你過去從來沒有這種經歷 你自己做也沒有這種經歷 然後呢 你跟著某些分析師操作 也沒有這種經歷 所以你會覺得 怎麼不太可能吧 各位 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我說我 為什麼要 金鑽漲停班 我成立金鑽漲停班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很簡單嘛 就是回到 最回到最原始的關鍵嘛 你會賺錢的關鍵在哪裡 在我來說 我告訴各位了嘛 只要你的出手時機 跟你的位置 是正確的 那麼 也就是說 你買的時機跟位置 是在一檔標的的一個 運作區嘛 在運作區 就是告訴你說 我運作完畢之後 我是會啟動上去的 那你未來回頭看 其實是這個 我們所謂的 我們定義的運作區 就是你們一般所謂的 轉折區嘛 那既然我可以帶我的客戶 買在你們所定義的轉折區 我們所看的定義 的一個運作區 那當然 它啟動上去之後 通常就是會讓你看到漲停板 那漲停板這種東西就是 因為台北股市它有10%的 10%漲停幅的限制嘛 所以啟動上去之後 就是會開始攻擊嘛 對不對 開始啟動嘛 開始出量攻擊嘛 那 出量攻擊 通常就會讓你看到漲停嘛 因為有10%限制嘛 所以我說的 你能夠在這種位置買股票 當然 你就能夠先買到什麼 未來會漲停的嘛 對不對 我可以讓你先買到 未來會漲停嘛 所以是買完之後會漲停嘛 對不對 它會啟動 它會漲停嘛 所以我們可以先買嘛 那這個就是什麼 為什麼我說漲停板是可以先預約 所以為什麼我說你可以來預約下一檔標的 買完之後會漲停 今天又漲停了 那跟指數有關係嗎 有什麼關係 是個股 個股本身的一些 你該去判斷的時機跟位置 跟運作區域的一個籌碼的問題嘛 對不對 來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我們一檔一檔來 從上週的61279毫亮燈漲停 從上禮拜的亮燈漲停 第一根 開始啟動了嘛 開始出亮了對不對 從2000多張變成六七千張 開始出亮了 攻擊 第一根漲停 開始啟動 那因為你有漲停幅限制 所以我攻到這邊之後 我就停住啦 這就是你們所謂的漲停板嘛 所以漲停板這個東西 它沒有什麼特殊意義啦 就是一個強攻股票裡面 你來到一個限制的 那我就先停住嘛 可是我停住不代表我不會漲了 我可能下一個交易日我繼續攻嘛 所以漲停板沒有什麼了不起 就是一個強攻股票裡面 過程中 偶爾會讓你 常常會讓你看到的現象 就亮燈嘛 漲停嘛 那我可以買到啟動前 那當然我們可以賺到什麼 漲停板的機率 相當相當的高嘛 所以我上節目我才跟你說 我們漲停板是可以先預約的 你就撥電話來 你來預約我帶你買 那我帶你買的標記 你會發現 基本上就是什麼 在運作區內嘛 剛啟動上來 馬上啟動 馬上就強攻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是從頭開始嘛 從一開始 啟動就開始了嘛 有沒有 所以你看 你看K線就很清楚了嘛 這個你看不出所以然 但是 你看到這個畫面 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嘛 對不對 第一次運作在這裡嘛 第一次運作開始在這邊嘛 出量之後運作 在這範圍內壓縮 然後呢 在這裡再一次 然後在這個範圍內壓縮 所以你要買的話 在這個範圍內 基本上就是 自己的機會嘛 對不對 所以還有兩個運作區嘛 第一個運作區 在第一根 拉上來的長紅範圍 有沒有 第二個運作區 好 然後呢 就慢慢墊高 啟動 所以你可不可以先做好準備動作 你可不可以先準備 你可不可以 你未來回頭看 這在轉折區啊 對 隔天 又漲停了 兩天兩支 這是九毫 兩天兩根 那再回頭看一下 原來我們買的地方 就是轉折區嘛 就是老師上節目中 左講的會帶我買的轉折區嘛 對嘛 問題是我 可是我帶你買的那個當下 你會這樣子想嗎 不會 因為你沒有看到股票上去之前 你不可能告訴我說 原來我買的位置是轉折區嘛 做股票有一個很困難的點就是 你買那個當下 它還沒上去啊 你何以去判定說 我買這個價位區間內 我買了這個標的 它未來回頭看會是轉折區 最難的就是這個嘛 但是如果你可以做得到 那當然你做股票就會覺得 比別人輕鬆啦 我不敢說我們一定會發財怎麼樣翻身 我們會比較輕鬆嘛 我們會容易賺錢嘛 好不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要表達的觀念 其實不是說 最後可以賺幾十萬 上百萬 而是什麼 而是這些 這些都是最後的結局 我要傳達的是 結局出現之前 我們到底怎麼做到的 那個過程才是真正關鍵啊 做股票賺不賺錢 最後的結局你要去檢討 你為什麼賺到錢嘛 對不對 你為什麼你每一筆都可以 幾乎可以 都可以每一筆都賺到錢 去去去去檢視一下 原來喔 是那個過程 我所強調的 時機 你出手的時機跟位置 造成最後的結局是這個嘛 這個位置 他還沒有上去之前 你何以判定說 這裡是對的位置 對不對 這個位置裡面還有黑K耶 開高走低耶 對不對 開低走高 開高走低都有耶 開低走高 開高走低都出現耶 可是未來回頭看呢 哎呀那個位置買 就是對的啊 管你開高走低還是開低走高 它就是一個區塊內 準備啟動 下一階段啟動前的一個區域嘛 那叫做運作區 那就是你們所說的 轉折區 那買到這種區域你說會賠錢嗎 不會 而且通常會讓你看到什麼 啟動之後 開始亮燈漲停 那個亮燈漲停那個 心情就很開心了對不對 其實我們要的就是這個東西 那問題是你要賺漲停吧 你要賺錢 前提是什麼 你怎麼做啊 你要怎麼做啊 兩根漲停 這樣的就四十萬啦 三天三根漲停 三天三根 有沒有又漲停 一二三 對不對 那第三根漲停這一天呢 我在節目中跟你講什麼 我說我們有先減碼一些喔 對不對 我們有先減碼一些喔 所以我說我做什麼事情 我都會直接先節目中跟你講 因為這種東西 你不需要遮遮掩掩的 你帶客戶賺錢的事情是好事情啊 為什麼要遮遮掩掩掩 你獲利減碼 你都不敢講 我不懂為什麼不能講 很多人做股票 買賣都不講 都不 我覺得好奇怪 反正我做節目就是這樣 反正我做什麼我就講什麼啦 那因為我這樣講是要讓你完全去了解 那代表了 你自己看嘛 當你完全了解了之後 你自己看我們這樣做對不對嘛 那你判斷了 你看節目看了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一個月兩個月之後 你怕他覺得 真的是這樣做是對的 是很穩定是OK的 那 你要不要來預約買一點 我就歡迎你啊 那我要買標的的時候 我就通知你 其實就是這樣子 其實 這個就是我要讓你知道 我必須要讓你知道說 我們到底在幹什麼 我不喜歡只講結局 你看我們賺多少賺多少 那個是只講結果 我要讓你知道是為什麼會有這個結果 我們為什麼可以做得到 這才是真正的關鍵 做節目就讓他知道說你怎麼做到的 你看 這樣子60萬 好啦 那第三天 三天三根漲題我們有先減碼 好 減碼的意義是什麼 代表說客戶真的有賺到 有放到口袋 他的戶頭的錢真的有因為這個標的 賺到錢 有增加囉 這叫做獲利的真正意義 那 就不是紙上富貴 好 再來囉 那九毫已經上去 三天三根之後呢 那接下來呢 換誰呢 有沒有 市場沒有發掘的時候才有真正的獲利可言 對不對 才有真正的獲利 3499的環天科再一次證明 我今天我帶客戶做什麼事情 有時候我帶客戶買的標的 我常常講 真的啦 這個客戶 都會反映說這個標的 我想知道他的題材是什麼 當客戶會問說我想知道他的題材是什麼 他是什麼狀況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很明白 客戶覺得說 為什麼買這個 他左看右看都不覺得他會漲 對不對 更不要說漲停板了 客戶左看右看甚至上看下看都看不出來 為什麼他耳後會漲停板 你為什麼帶我買 那又不好意思問我 所以就告訴我說 可不可以讓我知道說 老師你看好他的題材是什麼 其實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你只是覺得說他好像不會動 他好像不太會漲吧 為什麼要買這個對不對 其實真的沒關係 每一個客戶來了 就代表說你相信我 那我絕對會讓你感受到 我節目中所講的這些 是真的會發生在你身上 那反正你就照著指示做就好 那你需要我提供你 然後各股的 拿著題材 買的條件是什麼 我都可以跟你講沒關係 因為我想讓你放心 你就先做就對了 放心的去做就對了 好啦 那股票上去之後呢 你就能夠完全的 理解為什麼我們當時叫你這樣做 你就可以當時完全的理解說 原來節目上講這一切 其實是真的 就是股票本來就應該這樣做 轉折區運作區是一般人 當下不會判別的 股票上去一般人才會說 那是轉折區 可是已經上去了 所以真正賺錢的人 其實他做動作的時候 別人根本沒有在發覺 有沒有上去啦 是不是發動了呢 那為什麼我們做呢 我節目中也講解很清楚啦 對不對 它有三個區塊 那 第一次開始運作的時候 你說去買好不好 你要買當然可以買 絕對賺嘛 對不對 絕對是賺錢的嘛 問題是 這個時間要耗比較長啊 懂嗎 它是慢慢耗慢慢耗慢慢耗的 你要在這裡先買的話 我不能說你錯 因為你還是賺錢嘛 我不能說你錯 你還是賺錢 可是問題是 時間拖比較長 那所以 我帶客戶買的位置 是第三次運作 要啟動的時候 這是我們最愛的位置 有沒有 上去漲停 然後呢 大漲 我先解碼 有沒有 節目中 我都是直接講的啦 這個東西沒有什麼好遮遮掩掩 有沒有 我先解碼 這樣多少 18% 那100萬就差18萬啦 那我先解碼 那解碼代表什麼 代表這群人呢 他口袋又有 真的錢又增加喔 所以我一進一出這種動作 我都可以跟你分享沒有關係 因為我就是要讓你明白 在我這邊 你會接到什麼樣的一個操作 那你能夠接受的 我們再來啊 對不對 我們再來操作 然後呢 下一檔呢 昨天我實施 我已經邀請你了對不對 我說低價嘛 你們都可以來操作啊 昨天我就跟你講啦 來預約下一檔嘛 對不對 那 買完之後會漲停喔 那今天呢 漲停啦 但是我不能跟你公開是哪一檔 因為這樣公開太早了 還不能講 來 又漲停板 這一檔股票 對不對 又漲停了 今天 啟動 拉出漲停板 恭喜大家 對不對 又賺錢了 漲停板 那我不能給你看 我不能跟你講哪一檔 因為才剛啟動上來而已 我只要告訴各位 到底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這一切一切就是 就是我講的 漲停板啊 是可以先預約的 那要怎麼樣去先預約呢 很簡單嘛 你只要能夠在對的時機 跟位置買到對的股票 就是我們所謂的 運作區 準備啟動前 你去買到它 那漲停就來了 所以為什麼漲停板 是可以預約的 其實這個不是說好像 我好像 很有自信 跟你說 好像有點誇張跟你講 其實不是 不是說我們很驕傲的跟你說 你看漲停板 我們可以預約的 我不是那種意思 而這告訴各位說 只要你的 出手時機跟位置是對的 你能夠在轉折區買到的話 那 啟動上去漲停板 是不是變得可以預約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 所以 不是要炫耀說 你看我們漲停板可以去預約 我不是這種意思 可以去 預約的 不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要炫耀 而是告訴你 只要你的出手時機位置對的 能夠在轉折區啟動前買到 當然耳後啟動上去之後 它會亮燈漲停板 換個角度想 好像真的都可以預約到 懂嗎 所以我要傳達是這個觀念 那沒有關係 反正週末了 你又錯過了對不對 9毫3天3根你也錯過了 3天3根差多少 差60萬 那3499環天哥呢 接棒來18% 你也沒有拿到 沒有關係 那今天這個新的股票呢 今天啟動了 又拉漲停了 那沒有關係 因為你還是沒有 不要錯過 反正我說過 我帶你買的位置就是 就是運作區轉折區 你就先買 先買 那如果你不嫌棄 你想要買下一檔 我今天再分享 我們再給你來預約買一點好不好 買點來了 我們就一起上車一起買 今天一樣週末假日 五六日三天 我看到本節目的 各個時段都可以 我們來預約 預約下一檔 到禮拜一 開盤前 開盤前絕對都來得及 只要盤不要開就好對不對 開盤前下禮拜一開盤前 你都可以播電話來預約下一檔 那下一檔我先給你預告 一樣 一樣就是 價位不高 就低價股 一二十塊的低價股 所以 你如果資金多資金不多 都不用擔心 股價的問題 一二十塊 人人都買得起 而且人人都可以買 那 剛要上來的 在運作區 那啟動前我們趕快先買 就是低價股 那如果你跟我說 可是老師我害怕 這個行情指數怎麼樣 我也講了 你撥電話來預約買一點 那你就算不敢買 至少你要知道是哪一檔 對不對 你敢不敢買到 到時候再說 那你至少 來店知道是哪一檔 我覺得這很重要 不要說 至少來幫我證明一下 我節目中所講的 是真實的事情 好不好 來幫我當見證人 買點通知你 那你買不買無所謂 至少你要知道是哪一檔 買完之後會漲停 不限名額 你待會就可以直接播電話 下一檔 不要再錯過了 好 我們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大家好 我是鄭林娟 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改版囉 黃金 債券 基金 投資商品 最新的資訊 全部都在最專業的 理財節目 只要錢長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資趨勢 請鎖定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答案 再次有 Turkish 李麻蓋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食衣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欢迎欢迎来节目市场 所以这种股票其实有时候你把它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但是你要有一个中心的一个思想做法 就是你要把你要把握一个关键原则 股票这种东西讲 我们说穿就是就是出手去买 我一个价位区嘛一个价位嘛 那为了那个价位是什么样的价位 决定输赢 这个就是就回到了我刚才讲的 你一定要有对的判断 你要去判断 那你怎么判断当然每个人方法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去判断的是出手时机跟位置 我要判断出我们所谓的一个运作区 那这个运作区就是你们所讲的转折区 那如果我可以买在运作区 你们讲的转折区的话 那请问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吗 那既然你是要判断出运作区转折区 那代表你不会去追 已经涨好几天的嘛 因为涨好几天代表它已经脱离了这个区域嘛 你懂我意思吗 那所以 这种做法 它不会让你买了一堆 都是已经市场都在讨论的 市场都说它好好好棒啊 今天强攻啊今天怎么样 那你回头看 其实它涨好几天啊 股票通常涨好几天之后啊 市场开始会去讨论它 那种股票标的 你当初没有买到 你就不要再追了 你要去找的是 什么样的标的目前正在运作中 或许我今天买它没有涨 或许我今天买它跌 可是问题是 这个区域是什么区域 是运作区域 那未来回头看 哎呀当时我买那个股票 买得太漂亮了 你能够理解这个概念吗 所以买运作区的人 他的观念一定要很清楚 他的观念要很清楚 知道你为什么那里买 这个位置是什么样的位置 你要很清楚 脑袋瓜越清楚的人 他绝对越能够接受 我所谓的运作区的概念 我们都想赚钱 大家都想赚 做股票谁不想赚钱 问题是 你一定要想尽办法 去了解 赚钱的方法是什么 这是我节目中 我要表达的东西 可是很多人都把重点 放在最后结果 哇那些股票你看看 九豪 为什么你们 涨停买完之后涨停 又涨停 两天两根 两根哇这个 三天三根为什么你们可以 哇你们你看 哇赚这么多 为什么你可以赚这么多 很多人都会想 哇把重点放在 哇赚60万赚多少万赚多少万 都不去想 那人家是因为在这里就买啊 人家是判断这里是什么 运作区 所以人家知道在这里去买啊 你们都不去想这个 所以我变成说 我每天都在强调强调强调 这一句话 这张字卡的时候 你们真的了解 为什么我一直讲这个吗 真正赚钱的人 会一直想要让你知道 为什么他们赚钱 不是一直强调说 你看我几只涨停 我赚多少钱 我赚几十万几百万 我讲真的 你买一千万赚更多嘛 不要去玩那个数字游戏 我今天200万赚60万 那如果你买一千万赚多少 赚三百万 你要去玩那个数字游戏吗 一点意义都没有嘛 有意义的是什么 是为什么我们可以 在这里去出手嘛 因为这是什么 这根叫做运作 运作的第一根K棒 所以进入一个运作区 那运作区内 你再去检视它每一天每一天的筹码 那筹码细节我节目都不能讲 怎么去检视要看什么东西 我就不讲了 那怎么算 那检视完毕之后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出手了 所以就可以抓到这一段 懂吗 然后你们看最后结局是这个东西 赚钱了嘛 那赚钱呢 不能只上富贵 所以我们在第三天 那根涨停 第三天三天三根的时候 第三天我们有带客户怎么样 做检码 让客户真的有赚到钱 摆到口袋 那这一切就是很一气呵成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交易 所以我做节目 我就从头跟你讲到最后 这才是一个完美的交易 交易不是只买啊 它还包含了减码 包含了初清 包含了什么 那是一个完整的交易嘛 那做节目是要把一个完整的过程交易讲完嘛 那你们看节目不是只看最后结局 它赚多少钱 而是要看我从头 我们买进的原因是什么 到最后我们得到什么 你要看这个东西 我们做得到 所以我会给各位 释放很多很多的机会提供给各位 只要你不嫌弃 你就拨电话来 那我就提供买点给你 反正下一档 因为你来这边我都在等下一档 我们已经买的 已经上去的 我都不会叫你去追啦 预约买点 预约买点就是预约什么 新的嘛 预约下一档新的嘛 所以我们有出手之后 你就一起出手嘛 对不对 我们就一起来买 买完之后会涨停嘛 买完之后它一启动上去就涨停了嘛 好 你看结果呢 换环天科 我在买的时候根本没人会买啦 然后你今天如果有空 你待会去看报纸看新闻 今天有报纸新闻 写环天科的利多出来啦 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看到涨上涨停了 看到大涨了 有没有 我们都减码了 结果在今天利多出来 跟你说 环天科要月银说成长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在这里你们怎么不讲呢 对不对 很奇怪 所以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子 反正赚钱的人 他怎么样 他就赚钱了 你不要跟我讲大盘涨跟跌他就赚 会做的人他就是有办法赚到钱 因为做法是对的嘛 逻辑是对的嘛 那我就是判断运作区就好了嘛 我关键大盘涨跟跌 如果大盘跌有运作股我就买 一样照上嘛 如果大盘涨就是当天我就是目前就是没有要准备启动的一个运作标的 那我就不出手 所以跟指数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然后到今天 你看 就涨停了 有没有 反正一棒接一棒 一棒接一棒 这股票是哪一档我不能讲先涨停了 我先不秀 因为太早秀出来我发现 可能是公开媒体的关系 可能收视率高的关系 电视台的关系 你只要越早秀 好像上去的时间 都会不如我的预期 那有一些前辈有提醒我 这里是非凡电视台 收视率高 不要太早公开 所以我把话听进去了 那我今天给你预告我先涨停版 那这下一档呢 你来买好不好 下一档来买 一样低价股买完之后会涨停 开始拨电话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翻新至个别有价占卷 五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